陈志忠的嫖妓风化这次格外让人震惊 原因是因为陈志忠过去一向看起来梦娜老实 而且在南台湾还有不少相亲支持 现在还准备要参选市议员 今天不少在地的选民一听到大吃一惊说 怎么可能还有人说不会投给他了 在弹琴唱歌陈志忠总是在底下当个最忠实的粉丝 不但会跟着唱打拍子还不忘公开赞美老婆 她唱得不错很好啊 不像我我这个嗓子就很破不行 看起来木娜老实的陈志忠到南部之后 出现在公开场合时 她的身边几乎没有出现过太太以外的女性 现在竟然会被周刊报道背叛黄瑞靖召记 消息一出震撼南台湾的选民 她老婆她怎么可以这样子 有点让我失望 陈志忠打着要为父亲讨公道参选前镇小港区的议员 现在却惊爆召记的负面消息 选镇为打先轰动 让选民还在观望这场桃色风暴的真实性 有多少